這是田瓜的種植法 種植是三點種植 三點種植會用在西面比較小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這個白網室 它西面沒辦法做很大 為了要節省空間增進利用的價值 所以西面沒有辦法很大的情況下做三點種植 三點種植還有很多好處 方便於管理 那我們看種植它開了兩條種植鉤 這個採椒就種在這個種植鉤中間 那兩條中間的這些這一整排 比較高的土丘 之後可以做培土 往左右兩邊培土 培土以後 那個採椒就獲得培土了 那中間產生一個蓄水溝 之後澆水的時候就澆這個蓄水溝 現在的作用呢 就是種植的時候 種在這個種植溝 那澆水就澆在兩株之間的泥土 因為它根系開了以後 你澆在兩株之間的泥土 根是吸得到水的 那這樣子澆水有一個好處 這樣子開種植鉤有一個好處 澆水水不會外流 也蓄水比較集中 那施肥肥也有辦法落在 凹陷處比較低的地方 根系也比較容易吸收 這是採椒的種植法 這是採椒的種植法